又出現了醫院跟家人都不要的醫療人囚了 臺北市一名八十多次的失智老人 日前是他被設安置在聯合醫院的安養中心裡面 家屬後來因為沒有錢續約 不過他也沒有把老人家接回家 現在院方竟然出面來要求說 把之前全部欠的醫院的錢 必須全部還回來 接著這樣的事情 家屬是拒絕受訪 不過市長郝龍斌卻是出面來說話了 他痛逼說這個家屬真是不孝 沒有盡到照顧的責任 肢體退化得長期臥床 這位高齡八十歲的陳老先生 三年前被家屬送進北市聯合醫院護理之家 不過一年前兩名兒子沒繳錢更聯繫不上 父子三人被告上法院 我們仁愛醫院持續在照顧這個老人 主要是他子女弃癢的問題 就怕外界誤會院方驅趕病人強要錢 市長郝龍斌卿上火線 強調不是不盡人情 問題出在家屬本身 他的子女不僅不理不睬 甚至並不見面 所以這種不孝的行為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感到非常痛心的 只是陳老先生的三名子女 老大工作失利失聯 老妖出家修行 做廣告的二兒子每個月三萬元收入得養三名子女 收支勉強打平 冰箱不時空蕩蕩 還在申請低收入戶補助 一家人沒能力接回父親 擱置問題也拒絕受訪 雖然法官認為院方無權追錢討床 駁回請求 老人家目前還能待在護理之家 但院方已經提出上訴 問題仍舊沒有解決 民視新聞正好報導